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360公里处 在29号下午发生了一起驶车连环追撞事故 车祸现场凌乱不堪 其中一辆白色轿车被撞到几乎成了废铁 警销人员货报赶到现场是救出受困的伤者 紧急送医治疗 整体意外就发生在下午两点多 国医男子路段 当时有连接车、游览车、小货车 一共十多辆车撞成了一团 造成四个人轻伤、一人重伤 详细的事故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